这位殿堂级歌王 每一个晚上 他都会用他的靓声 陪我们买布向前 失忆的时候 他叫我们莫在碑 遇到真爱 要说分分钟需要你 做人要敢爱敢做 这位镇敌汉子 在这一个夜 替我们揭开Alem日记 Alem在拔萃中五毕业后 就先后去了英国和美国生活 1975年回流香港发展音乐事业 刚刚出道的时候 多数都是唱英文歌 后来就转唱广东歌 就是因为有广告商 看中他独特的声线 我都不记得你有唱过广告歌 因为你也不在香港 我不是在香港 可能是那时候 沙士 哪个都重要 就是你唱的 沙士 我不是在香港 七几年了 七几年 七几年我都不是在香港 两双 我是两双队 岳如雪 哦 我不是在香港 多两句 你忘记了 你都不懂 《着潮柠檬茶》 我又唱过 是吗 我说太多了 讲起歌怒 我知道你和很多歌星都合作过 我最近看到一个视频 你和邓丽君那首歌 你现在才看到吗 我现在才看到 你像不像 我很像 我很遇 一看我 哇 阿Lem 这首歌很想 很想 那时候是你第一次和他合作 是吗 是他自己的特辑 他找了我 找阿伦 是 那我们做他的嘉宾 还有跟着这位 都是大家很喜欢 和很想见到的 他呢 看着 有两只眼 不过是胸胸的 他的鼻子小小的 还验不出是谁 加上这两只糊涂 大家就知道了 对了 他呢 就是 我一直都是这首歌迷来的 很喜欢听你的歌的 这次可以看到你 很开心 很紧张的 这首歌就真的 不是很容易 很容易对唱的 你知道吗 就是好像拍戏一样 如果你找着一个人 你不是很熟的 不过要做床上戏 那你是怎样呢 所以 《Endless Love》这首歌 就是音乐的床上戏 我和Theresa那时候 差不多刚刚才认识 很幸运选择了这首歌 因为我们两个用英文 语语语语语的去唱 真的比较舒服 你有一个这么成功的歌声 Sally 又是一个这么成功的歌声 你们两个自己家里有没有唱歌 在家里 我不会对着她唱歌 会不会说 开个卡拉OK 有些背景音乐唱 或者我们喜欢听的歌 都很接近 你记不记得 你追Sally 有没有第一首歌 和她一起听什么歌 那时候 外国有个电视机叫Mesh Mesh Mesh 有一首主题曲 他很出名的 那时候我说这首歌 我在外国住的 经常听Mesh 我想你会懂的 我找Sally 和我合唱这首歌 那时候她是个鬼妹 到现在她都是看不到中文 她都是全部自己译英文去唱音 谁知道唱出来 谁知道唱出来就准得不得了 她看着她英文唱中文 你是否写过一首歌给Sally 叫《令时十分》 是 那首歌真是美 这首歌我是在厕所上写的 哇 好要啊 在厕所上 因为厕所的音响好 我拿着吉他在那里写 写了一晚 写了《令时十分》这首歌 哇 写一晚就行吗 是的 有时如果你逼着要做的 就很快就行 如果有灵感 很好听 如果有灵感 那日日立刻拿给林真强 那么就谈了之后 最适音就是《令时十分》 嗯 那又是写了一些英文 叫《沙里唱》 谁知道原来这首歌就最热了 Alem 唱功了得 歌路中华 他创作成千首歌曲 英文填词的作品都有不少 而自己填词的广东歌 就只有这首Alem 日记 Alem 日记就是一首叫做Konga Estefan 他有一首Hit叫做Konga 我就很喜欢 因为我又喜欢拉丁的那个感觉 不过他这首歌 他唱他就没有rap这一段 不过我喜欢这首歌 我就是喜欢他的拍子 整天感觉到这个拍子 有一次链一个长途车 我跟着这个拍子在那里数八篮 全部那些歌词就是这样慢慢出来 今天我就想跟大家说耶稣 你未必喜欢听 不过听就好过没有 就是这样一句句出来 我就要我前妻叫他立刻写下 因为我在这儿开车 他坐在旁边 你问我那天中午那时去了哪里 快点写下 我怎么会想到这儿开车 我怎么会让你 我怎么会想到这儿开车 你怎么会想到这儿开车